欢迎订阅头发西藏 我是安悠奇 蓝白合成的蓝白菜 昨天这场台湾总统选举史上最大的闹剧 不只是台湾人民看了傻眼外国记者们看的目瞪口呆 据说连中国14亿人都看到因此集体崩溃吗 但无论如何 蓝白既然分手了 今天也该大事底定了 今天侯柯各自带着副总统的人选现身登记 只是副总统人选一现身 大家又傻眼了吗 但是侯友宜还是强调 在登记之前 他还是特别打了个电话给柯文哲 只是柯文哲没有接 而侯友宜昨天爆料 柯文哲竟然在简讯里面出卖了郭董 柯文哲今天在登记前做了什么事 他又跑去见郭董了 真的还敢去见郭董 是不是想要再一次的确定 郭董今天一定要给我退选吗 但是柯文哲转头面对媒体联访的时候 他竟然跟国民党喊话 他说未来我们蓝白还是就不要互相攻击了 因为未来蓝白一定还是会合作的 但是你闹得这么难看了 蓝白真的还有可能合作吗 而至于郭台铭今天真的宣布退选了 只是在退选声明当中 郭台铭强调为什么退选呢 因为他选择成全 但重点是要成全谁 而且在经过了昨天这场闹剧之后 到底双方的支持者会怎么看的呢 那是更凝聚了还是跑光的多呢 今天最新的民调出炉了 竟然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变化吗 好 先为您介绍今天的来宾 首先欢迎资深媒体人丁学伟 各位大家好 政治评论员王一川 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康仁俊 大家好 民进党信委市议员卓冠婷 又期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国民党桃园市议员林涛 又期姐大家好 采运转大特兵宽 又期好 大家好 好 我们就先来看到 昨天的蓝白盒竟然变成了分手擂台 不只是在场的外国记者们 看得目瞪口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两位总统候选人竟然在台上互接窗疤 互相指责 更可笑的是 公卿跟公卿带来的主持人 还带头开战 怎么状况啊 民宽 全世界最大的闹剧 而且这场闹剧闹到全世界都知道了 现在第一个 外媒当天在场 然后中国的媒体一看 糟了 这下子该要怎么交代呢 史上最扯的蓝白盒 现在说 早上他们马办 就说 哎呀 就办在我们家就好了嘛 至善路很近 办公室又大 又不花钱 郭董说 不行不行不行 这样子你们会有地利之一样 所以呢 去嗨呀 瞧房间 结果嗨呀打电话去柜台 没房间耶 郭董一趟路打电话 你们家总裁现在人在哪里 在美国打电话去美国 瞧房间 瞧出来了 结果瞧出来之后呢 大家所有人在那边 哇 小板凳白好了 所有的记者通通弄好了 弄好了之后一看 糟糕了 有史以来最大烂剧 成了分手擂台 不但成分手擂台不打琴 一群男人 年纪大的七十几岁 年纪小的也都五六十 大家互接苍巴 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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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方 大家看到真的是头昏眼花 那我们先来说 好 五个男人的呢 先摆一边 我们先来看小地站 黄世修跟林涛 单单是要为了说 开个小房间 不要让人家知道 然后就有人说 不要啦 就是要直播 不然每次消息出去 都沸沸扬扬的 就先吵翻天哦 吵翻天之后 没想到黄世修一出来就干大事 干了什么大事呢 他就哪边不对 往哪边打 哪壶不开 他就提哪壶 他就针对朱立伦去讲民调的事情 讲民调的事情 朱立伦我看他看这么久 我没看他当场翻脸过 昨天真的是当场翻脸 昨天朱立伦气到整个愤额离席 直接就愤额离席 那这个很简单嘛 就整个黄世修的观点是 你朱主席就作弊啊 你朱主席就作弊 那到底有没有作弊呢 黄世修先在宁淘 再打朱立伦 这个很简单嘛 就帮郭台铭报仇嘛 布杰鸟西阿湾 那为什么布杰鸟西阿湾 今年五月份 那个民调到底怎么回事 好五月份的民调是怎么回事 上个月的民调 又是一个怎么一回事 所以朱立伦当场 哇生气了 佛秀走人 佛秀走人完之后呢 现在总统战就正式开打了 为什么正式开打了 你打人家的 我们打人家的 我们现在呢 兵对兵 将对将 整个所谓的 储和汉界大家画出来嘛 结果画出来之后呢 柯文哲今天突然间 又去装可爱了 哎呀我们今天先竞争啊 未来还是要合作 老是搞这一套 同来不知道柯文哲 脑筋里面在想什么 没有想到这时候最高明的 也是让人家最看不懂的出现了 五个男人不是武汉肺炎吗 打得东倒西歪的时候 这个突然间有一个人火放的 居然去喝咖啡耶 谁我们来看 郭台民董市长 郭台民董市长 他居然跟他的副手的候选人 包了这么大的一个场子 特别打电话去跟他们的总裁说 我要这个场子哦 然后里面打到乱七八糟的时候 你看两个人笑眯眯的在喝咖啡 他说那场现在炒翻天 我们坏场就在喝咖啡哦 他们说里面现在在 补上所谓的统计学 郭董讲这句话特别酸 哎呀统计学我不懂啊 他就先走了 走下去之后 大家想说所有的记者跟着他走 他居然跑去喝咖啡 真的是特别特别怪 好 结果昨天呢又喜还出现所谓的案外案 昨天单单为了房间吵翻天 那为了吵翻天呢 昨天的房间后来确定 各位二五三八 你知道这个二五三八还出什么事 你知道吗 四星踩风牌 怕爆 怕爆 还好没爆 为什么呢 密谈在二五三八房嘛 结果呢四星踩后来开出五三七四 这件事情倒还好 到了今天早上更是峰回路转 为什么各式工匯路转呢 星期五的啊 所有的包括了证件 包括了副手 通通要端上来哦 所以目前呢 证件跟副手 等一下让专业组的他们来说 但没有想到呢 万用牌又出现了 真的是 家有一老 如有一宝 那家有一有钱 再加上美丽又聪明 真的是太好用了 发生谁呢 又是吴欣迎 但吴欣迎呢 大家今天怎么念怎么怪 柯文哲 吴欣迎 柯文哲 他真的有心要赢还是无心要赢呢 没有人搞清楚啊 所以呢 第一个 吴欣迎 真的是什么位置都能用 但我不得不佩服一件事情 吴欣迎大小姐 过去我们刚出道 他年纪没有小我太多了 过去我们刚出道的时候 他很凶悍 可是这几年呢 因为当了妈妈 也加上有社会的一个历练 他慢慢的又比较收敛一点点 但我不得不说 他对民众党真的是出钱又出力 之前当什么不分区的候选人 还去当蔡壁如的一个助理 沿路一直做一直做 做到蔡壁如不做了 他还出来做整个所谓的立委 立委的时候还特别去当总招 结果当了总招之后 之前各地缺人 什么地方缺的都是他 没有想到这次缺副总统又是他 男配女会不会承认 吸票的一个密码 但大家都在想的是 是不是又是超能力的一个问题 那当然吴欣迎目前就整个财产的一个申报 只有六百多万 六百多万可能连买他的衣服都不够 他心光大公主 但是他的财产申报只有六百多万 我认为他那些衣服 手势应该都不值这些 目前就整个财产的一个申报 只有六百多万 六百多万可能连买他的衣服都不够 他心光大公主 但是他的财产申报只有六百多万 我认为他那些衣服 手势应该都不值这些 但有没有其他的呢 我们要再来看了 好我们来看蔡胜元 蔡胜元今天写这篇文章真好笑 他说副总统候选人真好笑 国民党的赵少康七十三岁 民进党的萧美琴五十二岁 民众党的吴欣颖四十五岁 三个人的年纪跨度很大 但是英文都很好 史上英文最好的副总统候选人 三个人都曾经拥有绿卡 也堪称最亲美的副总统的一个团队 所以我在这个地方先做一个小总结 我想到侯友宜到时候上总统的一个所谓的辩论台 我想到头都痛 但是副总统三个来做整个所谓的辩论 应该是非常好看 好不过这个我们当然还是来看到 就是因为这个蓝白昨天这一闹呢 今天确定分手 这个侯柯就各自带着自己的副总统人选现身了 只是万万没想到 蓝白河真的还可能有后续吗 怎么会这样呢 好我们来看一下 在国民党的部分 现在确定侯友宜配上赵绍康 那赵绍康的这个习任的叫做政治金童 那二三十年型的事情了 那他来这个救援 所以这个国民党高喊 我们本土篮家战斗篮 你看团结起来了 没有基本盘回归啦 那这个侯友宜呢 则是说呢 其实呢 他在踏入中常会的这个门口之前呢 还是呢 这个再度打了电话给柯文哲 可是呢 柯文哲没有接 不过他已经等到了最后一刻了 那赵绍康则说呢 昨天呢 他才减头要接副手临维寿命 为什么昨天才点头呢 因为本来一直希望蓝白河的 而且还说呢 目前呢 我节目全停啦 而且呢 我跟这个 他现在主持的政论节目 请假了五十天 自清五十天 然后还说 那这个中广董事长 辞不辞 我当选以后就会辞啊 你现在副总统人选不用辞了 那韩国瑜呢 则是呢 这个出来精神喊话 说请大家再给国民党一个机会 哇 一堆蓝勾勾 振奋的 这个上脸书 给这个韩国瑜战夹 所以国民党真的这个 本土蓝家 战斗蓝就团结起来了吗 好 那我们来看民众党的部分 民众党呢 今天是柯吾沛 那柯文哲说那是因为我们互补性最强 这个柯吾沛呢 是柯文哲配上了这个民众党立委吴欣赢 那刚敏宽也提到的吴欣赢呢 就是星光晶控的大公主 那柯文哲 虽然呢这个找到了这个副手人选 不过 他开始对蓝绿喊话了 是因为昨天这一闹中间选民快跑光了嘛 所以柯文哲说 哎呀其实我从来没有想过 有一天我会站在民进党的对立面 可是啊为了公平正义 我必须挺身而出嘛 所以我才邀请吴欣赢 跟我义无反顾拼一次啊 那国民党的部分呢 他则说 哎呀我不适合评论另一组候选人啦 兄弟登山各自努力嘛 可是喔 将来我们蓝白也不互相攻击为原则 其实喔跟国民党 我们啊我们这个蓝白应该讲 我们未来一定还是要合作的嘛 搞那么难看 还在跟人家讲合作喔 好那所以他讲完之后 是把国民党吓到了 朱立伦马上下令 从现在开始严禁柯文哲 替国民党立委参选人站台 而且呢对柯文哲来讲 真的不能没有你耶 今天登记之前 还是要去见郭台铭 昨天不是才被这个侯友宜爆料 说在手机简讯里面 把这个郭台铭出卖了吗 今天还敢去见郭台铭 但不管怎么样啦 搞不好郭台铭觉得说 柯文哲你看他都有替我想 帮我想说怎么可以这样退场 好那现在这个分手擂台 就这样演艺出之后呢 据说民众党这个中间选民 真的是这个跑掉不少 那所以柯文哲不得已 要用这种两面手法 现在又回来回头来蹭蓝绿吗 我没想到有一天 我会站在民进党的对立面 站对立面很久了 好那另外呢我们就来看 这个其实第一天就已经登记的 赖萧佩 现在呢在三组人选里面呢 被认为那才叫强强联手 萧美琴有台湾战猫之声 那在萧美琴加入之后呢 现在民进党是三只母鸡领军 要拼国会过半跟总统大选 哪三只母鸡呢 蔡总统赖副总统跟萧美琴 好那这个 所以现在看起来呢 这个民进党一般认为 他们这个组合是气势如虹 尤其今天开始等一下问一下冠婷 是不是可以开始放鞭炮了 那另外呢 郭台铭确定退选了 而且郭台铭的亲你声明 他的内容怎么写呢 他说啊 我这个陈大士是不计悔遇啊 然后还说 为什么退选 因为我选择成全 这个已经呢 是我能够奉献给故乡 全部得爱了 还说人退至不退 停下来 然后那个reset 重新设置然后呢再出发 然后还讲了一句哦 一定要赢好吗 你不选的是谁一定要赢呢 那郭台铭选择成全 到底是成全谁呢 好那这个我们就先请到这个学委了 那你怎么看 今天这个国民党突然出现这个副总统 这个人选赵浩康 全部的人都傻眼了 赵浩康出现 这个应该是这个会不会扣很多分 你怎么看啊 那当然这个民进党今天也推出了这个 他们的这个人选啊 你怎么看今天这样的一个态势啊 我觉得从那个国民党的不分区立委 第一名排了韩国瑜之后 现在又副总统的候选人又是赵少康 有没有 其实国民党这次很明显 他就是要组一个战斗团队 对不对 因为说实在话 侯友宜在这场选举里面 从一开始5月17号 他被立委那个总统参选人之后 到目前为止你有感觉吗 人家都觉得说你侯友宜在这弄 你国民党在这弄 你国民党在这干什么啦 没有办法硬起来嘛 对不对 所以他们就觉得说 国民党这一次 如果真的只剩下选举 选战下50天嘛 刚刚好50天哦 那你如果真的要做一般作为 或有一般的那个 那个在选战中 有一般的那个突破的话 那你战斗团队 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嘛 对不对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 侯友宜包括他的口袋人选里面 除了我们之前讲的李继柱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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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 柯知恩有没有 对 接下来李继柱李桂敏 还有管宗敏夏立言 甚至韩国瑜都有在里面 对 侯友宜其实都有跟这些人谈过 都谈过了 对那谈过之后 他们有带回去 有评估过说哪一个人加分最大 那其实在10月底的时候 那时候韩国瑜是还在想说 那个 没有没有 侯友宜还在想说 韩国瑜如果变成他的竞选搭档的话 会不会组成最强的战力 因为那时候大家觉得说 哎蓝营败就败在哪里 就是不团结嘛 对不对 你很多深蓝的或者是什么的 都都纷纷都有一些唱衰啊 那你今天 你看之前韩国瑜出来之后 是不是整个力量 团结力量就起来 侯友宜的民调很明显 就慢慢慢慢一直在往上 所以他讲说 如果这个人 如果变成他的搭档的话 其实讲一个小故事 当时韩国瑜 他是其实对这种政治 但是他是没有兴趣在介入 所以才应该要接负总统啊 睡到中午都没人发现啊 因为之前的话 那个那个那个 侯友宜在在找他 他们之前有一次在台中去 去去住选的时候 在回台回城回台北的那个高铁上 侯友宜就问他说 你要来跟我做户打档吗 他有问他了 那问问说 他那个韩国瑜说 不要啦不要啦 这个我们都已经不想要做个 你这才有那个摸下去 这个说真的对他来讲的话 也是家里面的人也没办法交代嘛 对不对 那后来他们两个慢慢又谈 谈到最后 侯友宜讲说 那你觉得不分居 第一名 那时候韩国瑜又想一想说 刚开始还是推迟 那你竟然说没有角色了嘛 这整个竞争活动里面 你不是都要打拼吗 你要带带领那个整个团队吗 要帮国民党冲票吗 后来韩国瑜想一想说 好吧那就答应了 所以其实在之前已经确定 蓝白不合这 其实他们那个在军月饭店的 那个刑前的时候 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侯友宜已经不希望 他也觉得都蓝白盒 已经没有希望了 他们那个在军月饭店的那个刑前的时候 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侯友宜已经不希望 他也觉得都蓝白盒已经没有希望了 所以那现在就不是被他们讲说 柯文哲今天不是要讲说 你就明明就是来踢馆的啊 对不对 那其实那个时候 就已经种下了这个印好 那既然这样的话 侯友宜觉得说蓝白盒不可能的话 要走自己的路的话 那谁 他又想到说那韩国瑜要不要再来搭档 再跟他提一遍 那个韩国瑜说 你如果有其他人 你去找其他人 所以他又把 很多人又拿出来 又重新再显示一半 其实在那个昨天军月饭店那个结束之后 我就讲过说韩国瑜 那个侯友宜已经开始又跑去找 他的那个副手人选了嘛 所以就找到赵绍康啊 因为就觉得说 同样他跟韩国瑜的性质比较接近 那你既然就要形成战斗团队的话 那赵绍康是不是要发挥这样的力量 而且他也是战斗人的精神领袖啊 对不对 我叫你来 走三天 反正还可以扣一些蓝白盒回来 其实没有韩国瑜 那赵绍康 应该没赛啦 可是说赵绍康 他是不是真的会帮侯友宜加分 其实这要看到后续赵绍康 他的表现怎么样 为什么 因为他是媒体人的话 正媒两期这件事情的话 常常会变高拿出来念 所以你以后跟你的媒体 是不是断得干干净净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他说他当选才要持中广董事长啊 其实他现在他符合法令啊 他现在不持中广董事长 你也不能咬他啊对不对 这个又没有违法 选取罢免法的话 是他当选之后 他就不能够正媒两期嘛 可他现在只是参选而已啊对不对 好那接下来没关系 因为赵绍康他的专业在哪里 人家专业定位不是很明显 不像萧美琴 萧美琴专业定位就是外交 所以他专业定位是相当的明显 那赵绍康的专业定位在哪里 不明显 所以在这个专业部分 或许没有给侯友宜加分 可是因为他是战斗兰的精神领袖 所以是不是在选战期间 整个战斗兰会活起来对不对 那针对你的议题啊 什么东西会开始攻击对方对手的话 是不是炮火猛烈 这个我们要后续观察 柯文哲这次选举要继续走下去的话 我发现因为昨天那个现行计 让人家觉得说他是在靠两边 的矛盾跟冲突 从中间得到力量 接下来他只要捂弄什么蓝绿 要靠这边靠那边的话 我想大家会离他很远 那国民党也下令了对不对 他现在已经下入军令状了 所有的不准柯文哲来站台 而且你知道吗 他今天要去登记之前 早上还去看郭台铭 你今天要把郭台铭设计下来 你再去看郭台铭 你不觉得很奇怪 我刚刚就讲了 搞不好郭台铭觉得你看看 柯文哲多替我想 都是还想帮我揍一个场子 让我可以退选 退选 我说真的 你退选 可是搞到最后 那个面子就是乱七八糟 而且你还拉那种侯友仪来 要郭台铭退 有点逼宫的味道啊 所以那个心里面的疙瘩 会不会介绎 会不会在那边不知道 对不对 你看今天郭台铭还是退选 对不对 而且在那个声明里面 人退治不退 那问题是治不退 有什么用 我也不知道 而且你看现在柯文哲 又投入了吴欣迎的怀抱 他找了吴欣迎来了 对不对 吴欣迎新光小公主 大家认为说他粮草来了 那我说实在话 你觉得当一个副总统的话 他真的会把粮草全部给你吗 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其实我都讲了 柯文哲问题 就是在粮草不足没钱 我们讲说讲钱很熟气 对不对 啊气就气再没钱 所以你接下来 如果要肇事要干什么呢 要便当钱 对不对 你总不能在选举前 还没有投票之前 就一队便当商 跑进你的金钱总部 拉白布条 你站住多少便当钱 说真的 那个时候很坏 那接下来柯文哲国民党已经告诉你说你不能够立委参选人不能够找他来站台 那接下来柯文哲我相信他应该会寸步难行 而且赵绍康跟侯友宜的策略已经定得很清楚 赵绍康固守北台湾 尤其是双北地区 侯友宜跑中南部 所以你看他这个地方如果把这两个区域范围分开来开始走透透的话 那我相信柯文哲要能够在选举前程走透透的希望的话 应该是唯乎其唯 不过益川老师怎么看 柯文哲现在接下来真的是寸步难行 那我们先来看国民党 今天这个人选赵绍康出来的时候 大家有点傻眼 可是国民党有信心的说 你看本土栏战斗栏 以前不合 现在全部合在一起了 我们团结了 那真的团结了吗 然后这个韩国瑜发一个精神喊话 给国民党的机会 你看蓝勾勾也回来了 那至于这个民众党的这个部分 有人说现在粮草解决 找到了星光大公主 而且这个星光大公主 大概是这个有史以来 第三年轻的这个副总统人选 而且柯文哲跟我互补 人家很有钱 不是啊 是很有财经专业 对不对 这个媒体的报导 曾经穿着三宅一身 拎着这个香奈尔包包 在那边大谈贫富差距 所以你怎么看 这个蓝白现在推出来 这样的这个组合 这一次三个副总统候选人 叫做战猫公主老阿伯 战猫公主老阿伯 国际级的战猫 财团大公主过气政客老阿伯 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组合 为什么这一个侯友宜要选赵绍康 赵绍康上次选举 最后一次投他票的人 今年五十位 今年五十位啊 五十位以后要逃过赵绍康 那是一九九四年 当时又陈水扁 黄大洲赵绍康 当时三个副总绍的 黄大洲就是现在的侯友宜 当时的赵绍康就是现在的柯文哲 当时的赵绍康看不起黄大洲 从现在的侯友宜 所以赵绍康有经验三个副总 怎么弄 赵绍康这最重要 提名赵绍康以后啊 就注定国民党这度叫赵 活佩 不是活佩佩 因为赵绍康跟我说赵绍康 说什么的侯友宜都要吞下去 赵绍康今天已经说了 就說到我們前面戰鬥人的時候 兵役回到四年了 四個月 回到四個月 不用做那麼久 四個月就好 四個月就好 這條蠔友魚你要吞下去 第一 重啟核四 蠔一 蠔二 蠔三 演繹 蠔友魚你要吞下去 這些都是18歲 都在18歲 這個蠔夢凱 廖仙翔 你的選舉 你們兩個都要說 因為照片坊會說 照片坊會說 蠔一 蠔二 蠔三 演繹 蠔二 核四 重啟 重啟 重啟胡茂 重啟胡茂 趙燒康一定說重啟胡茂 重啟胡茂 蠔友魚你也要吞下去 所以現在趙燒康如果說什麼 蠔友魚都要接受 這樣 不然要怎麼辦 不然你就拿名副總統 副總統說 你們兩個沒辦法 趙燒康一定是這樣說的 所以這一些說了之後呢 趙燒康就主導了這一場的選舉 趙燒康今天特別說 我附著北北基頭 中南部都給他附著 尤其南部都給他附著 這句話背後的意義就是說 好啊 到時候選輸 大家比選平啊 我北北基頭 我照照高附著啊 你那個什麼運家人 中長頭 什麼南南高頻 那些都給他附著 加起來 北北基頭請來選賣賣 你現在照照高不必找拖啊 他北北基頭走到快了 給他都要找中南部 哦 你也這麼厲害算的耶 算不算了之後 早上就溫潭了你知道嗎 對嘛 所以今天阿港的朋友就跟我說了 什麼啊 有時候這個名字在賀都要注意 因為這台語都說造河配嘛 造的台語叫做 造孝空嘛 造孝空 那賀友的賀 賀友的賀 那賀友的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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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河配 台語說造孝空 這樣 什麼叫好康培 好康培 好康培是這樣 好康培說 欸 雪野哥你看 好康培說 好康培有沒有 聽起來就很猥褻你知道嗎 沒有啦 不是啦 帶來好康培 快點來 來參加這種好康培 有夠多 快點來好康培 造河配啦 打我佛友宜照照康 好康培就來了 對啦 造河配 造河配 現在會跟他說 哇 要得到的了 要得到的了 所以這個 另外那組 現在來說這個 柯文哲在組 柯文哲無心要贏 無心要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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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心要贏柯文哲 他為什麼要搶 無心贏 決定的很倉促 今天如果是說 決定的很早 很早 無心贏今天服裝 不是這樣 無心贏是很在乎外表的人嗎 他的名牌服裝一定很多 一定會搭配 柯文哲的西裝 命大 皮 一定有整套的 但是今天我很關心他的衣服 好像也沒有什麼特色 刻意樸術 刻意樸術 沒關係 我覺得柯文哲比較不黏 那個人不是說白銀的嗎 他怎麼穿黑西裝 好 無心贏 無心贏出現 現在終於真相大白 你會記得 你會記得他們簽了六點協議對不對 對 白蘭是不是簽六點協議 對 第六點是什麼 是不是下出一些部會 對 要監督制衡單位 金管會 財政部 對 都是無心贏的主要 柯文哲是要這個 柯文哲要這四個部會 對齁 到時候要組聯合聯合 聯合內閣 柯文哲說我要金管會喔 我要金管會喔 拜託我們無心贏 處理金管會灌的 這亂七八糟真的 今天我跟真相大白 為什麼這麼在乎 所以現在 大家當然說無心贏 你會扎錢啦 無心贏 無心贏 我今天是另外一個 這次我叫幾個人來賓賓 我說無心贏 你要注意 你不要這樣空空說 要不然柯主席 要不然這五千萬 五千萬拿去 你如果拿五千萬 去給柯文哲 軍管會都會查 人家說沒有啦 無心贏 到青菜半路五千萬現金 都沒有金流啦 所以柯文哲 現在選計 如果輸要錢 之後 無心贏當然會賜三天 這是基本的 可是選計了選舉補助款 選計了選舉補助款 無心贏 怎麼會叫柯文哲 本 不會啦 柯文哲要領多少 我算給你聽 假設柯文哲給三百萬票 三百萬票 蔡正元當然算得多 三百萬票 三百萬票可以得九千萬 總統的嘛 獨拿九千萬 第二 政東票拿三百萬票 一票四年總共是兩百塊 三百萬乘以兩百總共六億 這票算下來 柯文哲六億九千萬 那徐欣穎也不會跟他要 吳欣穎 吳欣穎 吳欣穎怎麼會跟他要 像穩算不賠呢 不怪我們今天柯媽媽心情很好 這樣啦 買就自己選當然也比較好 有嗎 柯媽媽說自己選當然也比較好 對 哪有呢 還在叫人選去叫蠔欣穎 他夾夾之後錢都蠔欣穎 他夾夾去 我們的柯文做都沒有 什麼叫我們 說叫出出出五十億 如果五十億我就說 叫我們叫麥算 拿來做搜尾就好 這都柯媽媽今天說 對 所以他們這個家族 現在大家帶到地裡都是 都是錢 都是錢 他今天當然柯媽媽有說 他說我們今天訪問嘛 我問說沒有啦 我在抄薪薪啦 抄薪薪拿太多 他講老人 我這個老人 你講的無形營 我也在那時候 人家抄薪來幫我問 我現在還記過一道名 他說 柯媽媽你又有什麼要說 我告訴你 我現在都不能亂說 我亂說 趙燒康 朱立倫都會幫我罵 他們說話都很不意思 就說選機要五十億 我幫我兒子說五十億 我們就不要算了 我們就起來做收費就好啊 我們還要什麼五十億 這樣啦 那我也說幾乎 人家說 他媽媽說 我沒有要說 那我也說幾乎 哈哈哈哈 他媽媽很反應 他說 自己選當然也比較好 所以 這一次的這個選舉的cutting 結論就是這樣 柯文哲選了吳欣營 解決了燃眉之急 是費用上當然有安定軍心的作用 那侯友宜選了趙少康 就注定趙和佩 趙少康主導了這場選舉 侯友宜在這場選舉中 將會消失他的聲音 齁 但是這個請教這個冠婷 看到今天藍白出來的這個總統候選人 這個有沒有很害怕 還是鬆了一口氣 有人講說民進黨可以開始放鞭炮啦 嚇到了 嚇到了 嚇到網友了 嚇到中國人了 嚇到中國人了 各方面都被嚇到了 為什麼 因為整個藍白河 藍白脫變成藍白鬧嘛 昨天那一場 史無前例的談判直播 從幕僚之間的大戰 站到主帥之間的互酸 到最後鬧上國際上的笑話嘛 昨天這一場喔 其實直播完藍白河 確定分手之後 網友現在大概關心幾件事啊 這一次台灣的選舉 或世界各個民主國家選舉 有沒有中國力量的介入 對 所以喔 我的了解啦 根據一些側面的了解 一些管道 其實美國人反而鬆一口氣 這證明喔 中國介入台灣的選舉 好像沒辦法到這麼百分百 結果柯文哲的瘋瘋癲癲 柯文哲的不可控 反而變成 美國好像稍微鬆一口氣嘛 這是中國跟美國的一個狀態喔 接下來我回來國內 侯友宜啊 這一次直接的代表 國民黨參選 有很多人開玩笑講說 這是自絕坟墓啦 但是我還想想 為什麼會講自絕坟墓 講到這麼重 我去查了一下農民力喔 今天登記的11點到13點的甲午時 真的是宜安葬啦 所以有人說這個是自絕坟墓 在開玩笑 但為什麼會這樣 今天今天也真的 我昨天就在節目講了 我就建議他今天一定要11點 今天嗎 上午時期 建月 所以我們剛剛建月 但我要講喔 為什麼會造成這個狀況 侯友宜是製造的這件事情 有一個關鍵 從5月開始一路 被郭台銘或者是不支持侯友宜人 所詬病的整個黨的機制 包含5月份當時這個民調 到昨天啊 黃師兄還在那邊嗆聲啊 說真的我是覺得很不得體 但是喔 我們朱立如來直接回他 朱立如來講 這對嗎 就代表說 已經要分手的前戲了 這樣子的怨恨 5月提名郭台銘的這件事情 當時整個民調 是不是公平的這件事情 確實在郭振營當中 還是心中的痛嘛 然後包含 後來設立的 禁止柯文哲站台的條款 藍白河協商 擺明了跟柯文哲講說 你是小弟 你吃糖 吃糖果吧 然後呢 到了最後一刻 還一廂情願的相信 柯文哲會來藍白河 所以 這個局面 當然 無論是不是那個宜安葬 關鍵是 侯友宜自找的 這是現在蠻多人的一個看法 好 關鍵是他現在找到趙少康 趙少康願意出來承擔這件事情 國民黨內部的反應 是不差的喔 因為國民黨內 多數人都認為 侯友宜過去這段時間 確實找不到副手 從什麼時候可見端明 當前幾天 當每個人在問說 侯友宜說 如果藍白不合 你的副手是誰的時候 侯友宜連一點點蛛絲馬跡 讓大家覺得說 可能已經找誰了 如果藍白不合的時候 我馬上可以提名誰 都沒有 所以 過去到昨天喔 國民黨的副手是神神秘秘的 我們聽到什麼 男生 年紀大 還有人講戴眼鏡 各種的描繪 然後呢 所以就有人猜管中鳴嘛 有人猜趙少康 有人猜下立眼嘛 然後也有人說柯智恩 拒絕等等 那 最後出來的趙少康喔 老實講 他戰略目標很清楚 除了剛才我們 有來賓分析說 北部啊 中部南部以外 很重要一件事情是 趙少康的政策 跟兩岸 跟台灣的路線 是明確的 大概幾個啦 現在有聽到幾個說法 是說趙少康 答應他那個副手 會要求侯友宜 大概有幾個重點 第一個 必須要更強烈的 主張跟堅持九二共識 我覺得這個沒問題 因為 侯友宜已經講了他支持九二共識 第二個 我覺得這個是侯友宜 可能要想清楚 趙少康他一直是主張要 儘快重啟服貿談判 第三個 異物議這個議期要改為四個月 這件事情其實之前 侯友宜講完之後 金普聰幫他更正嘛 金普聰隔天直接打臉侯友宜 重新開記者會 把他改掉 可是現在趙少康變成副手之後 你可不可以控制住趙少康的嘴巴 我覺得這個就是後面 可以值得觀察的 那趙少康這個人 其實我要先講 我認為趙少康正式加入 回委團隊之後 這場選戰會變成是一個 充滿血腥的戰役 充滿血腥的戰役 趙少康 他說對國民黨來講 其實是有戰功的 2022年他輔選的戰鬥欄 當選率達到90% 再加上他過去有操弄審籍等等的 這一些的一個經驗 其實未來我都會他加入侯友宜陣營 我整個選舉的 那個縱嫌的程度 會加劇 好啊接下來我們來比一下 三個副總統候選人的 一個背景 首先來我剛才講完趙少康 我們來看一下吳欣盈 吳欣盈當然是年輕是他的優勢 然後我有個東西我認為不公平 吳欣盈 今天開始我看到了 網路上有人講說 他是那個 他跟蕭美琴很像 有人還說他是更好的蕭美琴 我太瞎了 你們不要這樣宣傳好不好 你要講說也是更好的蕭美琴 就是盜版的蕭美琴嘛 可以這樣比嗎 三個資地打開 我認為政治資地最深是蕭美琴 其次是趙少康 再來才是吳欣盈 那為什麼我講說蕭美琴一定大勝吳欣 如果我講說在地經營 你看蕭美琴過去在花蓮深耕 2016首次有人在這邊單獨 地方的選舉在花蓮 可以讓民進黨在這裡得勝 說真的民眾黨的朋友們 你們這不分區立委 吳欣盈也是啊 你們找個點去蹲點好不好 你們就蹲點 然後下去好好的選 當作選贏立委 國民黨也會看得起你們嗎 可是沒有 再來 你看到吳欣盈的經驗是什麼 我目前看片他的所有經驗 來我們來看這裡 他的所有經驗 我只看到兩個字啊 星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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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都是星光 所以政治歷練上是白紙一張嘛 那我另外也要提醒一下 可是企業歷練經驗中部啊 這很棒 企業家讚 好但我要講了 吳欣盈就是柯文哲 所以看不起的那類人啊 喔怎麼說 來柯文哲講過什麼 讀藝術的不入流啦 不入流啦 我們來看一下 吳欣盈的學歷好不好 來讚學歷的時候到了 吳欣盈是英國柯陶德藝術學院文學碩士 你要藝術學院的文學碩士 柯文哲你看不起嘛 柯文哲以前說邱毅是共產黨員 還不是在他旁邊幫他宿選 吳欣盈也是美術史的學士 人家是藝術很好 所以不要把柯文哲以前道歉 你的副手很優秀 你講人家不入流 所以唯一的原因啊 吳欣盈 外界的分析就認為說 其實解決了柯文哲 我認為不一定是他拿錢出來 而是解決募款的問題 因為吳欣盈畢竟星光家族嘛 你的企業的麥克風機 這當然可以對他有幫助 另外我要講 吳欣盈 可能馬上會有人找他辯論 不是蕭美琴喔 也不是趙少康喔 有一個人等在前面 排隊在前面 吳誰啊 這個人就是我們 王毅川的敵人 黃國昌 可能馬上會有人找他辯論 不是蕭美琴喔 也不是趙少康喔 有一個人等在前面 排隊在前面 吳誰啊 這個人就是我們 王毅川的敵人 黃國昌 黃國昌 2019年黃國昌的暫題還在這兒 我們給觀眾朋友看一下 黃國昌真的有點瞎喔 2019年11月 他說我要找 國民黨的曾明忠 民眾黨的吳欣盈 我們來辯論 台灣未來的金融改革 作為不分區立委政黨票的參考 三位可以同台切桌一下 喔 精彩了 民眾黨的不分區立委 參選的黃國昌 找他們的副總統參選的吳欣盈 兩個要辯論一下 所以這個對手 看看他們可不可以辦在 副總統的參選人 的之前 我咧 你看他還沒回你 還沒回我 還沒回你 好 最後我要講 蕭美琴的部分 對我們民進黨內 我們都認為是大加分 第一個當然女性嘛 對他的國際的歷練 然後另外我也要實話講 就是說蕭美琴對於 都會選民的吸引程度 在各個民調做起來 是真的非常非常好 你看前兩天 他那個國際記者會 面對所有的提問 都正面的回應 所以我覺得 不僅是他的國際外交專長 對於賴清德的加分效果 然後以及 跟另外兩個 副手的人選的對比 我相信蕭美琴跟賴清德這一組 還是最好的人選 來請到林濤囉 今天大家看到趙少康 這有點傻眼啊 因為這個 這段時間以來傳了很多 這個副手的人選 聽說紛紛拒絕啊 所以最後真的不得已 所以趙少康出現了嗎 因為趙少康 這個這輩子的職事 就是要選總統嘛 那至少有個副總統 是不是這樣啊 外界現在也都在看嘛 那接下來 你們的路線 很多人都講說 就像這個冠婷講的 是不是要開始 這個喊打喊殺了 但是 柯文哲今天講囉 柯文哲今天這個 講說 他這個 現在藍白 兄弟登山各自努力 以後不要 互相攻擊為原則 而且還說 因為我們跟國民黨講 我們將來一定要 跟國民黨合作的啊 所以 你怎麼看這個 柯文哲這個 都已經釋出善意了 你們還下令 不准這個 立委參選人幫 這個找柯文哲來站台 那你們這樣子是不是 這個 也太狠了一點 人家都釋出善意啦 那今天郭台銘也這個 宣佈退選了 聲明裡面也講啊 為什麼要退選 因為我選擇成全 那你覺得他成全對象是誰 會是侯友宜嗎 基本上我們看到整個 柯文哲他不是表達他的善意 他是削雷蛋 削火了 為什麼 因為過去昨天晚上 你可以看到過去他說 我們不要密室協商 我們要公開的政治 我們政治就要公正公開透明 結果昨天 他說下次我跟朱雷仁見面 要公開透明 結果他現場是壓著 要把侯友宜壓進 2538這間房間 這是你柯文哲過去講的 壓著他去開房間 對 那很怪嘛 就是說基本上 你怎麼會現場的媒體 全部都在場 然後現場就可以談 你硬是說 如果沒有上去25層的這個房間 就不能談 而且還講說 這個房間裡面 明明有67屏 三個人的位置而已 六個人 五個人擠不下 最好是五個人擠不下 67屏的類總統套房 怎麼會擠不下 所以基本上 昨天他是第一個 發生了想要翻過去 他過去的透明 他要走密室協商 讓大家看破手腳 第二個他今天 推出的副手是誰 吳欣穎 過去他不是說 我要跟財團保持距離嗎 結果你現在是跟財團 無縫接軌 你的副總統的 你的副總統的參選人 就是財團的千金大小姐 所以兩件事情 讓柯文哲現在很挫 因為藍綠夾殺之後 他跑哪裡去 所有的立委選舉 如果沒有要他站台 他跑哪裡去 沒有組織 沒有陸戰 全部都是空軍 所以今天我們在這個 政府總統記者會 當場我就宣布 未來國民黨的立委 柯文哲想要來 自己主動想要來站台 拒絕 絕對不準 規範就不準 對不對 那如果是原本像是 台中的這個蔡壁如 藍白的示範具 或是新北的盧州 那本來國民黨 就沒有推人 那我們國民黨 去幫他站台那OK 可是你很想來 我也知道他 他打電話給很多立委 說我可以去幫你站台 不行 而且剛才我看到 我們要小心講什麼 我們小心講說 你不用講規定 因為早上我是講規定 黨的規定 不用講規定 就算沒有規定 我們也不敢找你來 因為我們支持者 現在對他很生氣 你怎麼可以 對你怎麼可以反反覆覆 然後被黃珊珊包覆起來 完全沒有你自己的責任 造成藍白河的破局 所以我覺得現在 柯文哲主席 你不用再好像四處三 你不是你是很挫 那你挫你要自己負責 因為藍白河 就是你搞破局的 第二個部分我必須講 今天 昨天大家也知道 這個藍營的情緒 到比我身高還高 真假 氣炸了 我們的地點 從馬辦 一路我們從 早上九點就要等 九點多 一路等到下午 然後我們說 因為你要回到六點共識 就是藍牌二會十五號的說明 你當然是回到馬總統 建政的辦公室來說 他堅持不要 那堅持不要 看起來就想要毀約了 後來他改到軍院 那我們馬朱 朱侯也敦勤馬總統 不好意思很委屈 這個拜託馬總統 再移交到軍院 總可以了吧 這樣的誠意總可以了吧 結果我們到現場是怎樣 等二十五分鐘 後來就炸了嘛 你讓馬全總統 不是啊 郭台銘講說 你侯友宜確實在 郭台銘公布的簡訊裡面 他也是說三個人 這個三個人談就好了啊 那雖然說後來 柯文哲有傳簡訊給他說 要公開透明 結果他 對 但是 這侯友宜畢竟他是有講 侯友宜說後來 也講說好 那就公開透明嘛 那所以這個 到底是誰對誰錯啊 但是公開透明 現場是要把我們 壓進小房間嘛 那就現場 我們已經等了二十幾分鐘 而且重點是怎樣 你撕毀 藍牌二會六點共識的 在馬全總統前面撕毀 是你柯文哲 你在馬全總統面前公開在軍越 設局一個軍越鴻門宴是你 你到底對中華民國有什麼尊重 一點尊重都沒有 不是 你們帶了一個朱立倫 這個郭台銘最愛演的人來 你們不是就是來踢館的嗎 不是就是要來破局的嗎 那現場我們也表達參議嘛 就先給你們講嘛 結果不是你是說房間訂不到 一個郭董訂軍越訂不到 我馬上上這個訂房平台都訂得到 就你郭董多一間房間都訂不到 這是你的主人 是你的主人的氣度嗎 所以臺灣民眾昨天已經看到 柯文哲跟郭台銘是這種氣度 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所以回到今天來講 為什麼昨天那麼氣 今天會突然感覺很亮眼 揚眉吐氣 因為侯康佩 對不對 人民好康 臺灣好兆頭 基本上我們的立委參選人 不用去找柯文哲 柯文哲也必不必來 因為來是我們非常造成 我們自己支持者 不用出來投票 我們有趙少康全臺灣就可以浮選了嘛 而且你看這浮選的過程中 我們的不分區立委名單 加上黨中央 加上這個侯康佩 這個又一姐 基本上很多的民眾寫了寫給我 他說這是國民黨 由時以來最團結的一次 為什麼 因為韓 侯 朱 馬 趙 戰鬥團 全部到齊了 這是一個完完全全團結的戰隊 所以大家會有信心嘛 所以今天朱立倫主席 早上十一點在中常會 下令 動員令 下令全面奮戰 就是退止一步 絕無實所 要來奮戰到底 開戰了喔 開戰了 所以我們開始做戰 客文哲就跟你們講 我們不要再互相攻擊了 假的吧 我們將來還是要合作 我我我 柯文哲將來還是要跟你們合作 他很錯啦 因為他用了五星 也沒辦法幫他增加支持度 而且他又沒有立委選局嘛 所以他就越走越窄 所以最後我必須要講一個數據 基本上美利島最新的民調 侯友宜是三一點一 賴清德三一點四 柯文哲是二五點二 侯友宜跟賴清德是差零點三趴而已 而且在三一點一裡面 有八十五點四的國民黨支持者 也就是侯友宜 從過去藍營的支持者六十五趴 上升二十個百分點到八五點四 我們的基本蠻顧好了 可是在這過程中 你可以看到柯文哲兩次大起大落 這代表不穩定啦 他沒有基本盤 他沒有組織 接下來選舉 基本上我們就有一搏的機會 所以這是為什麼侯康佩 大家會振奮的原因 可不能這樣講啊 找了一個這個吳欣營 現在這個看起來 這個糧草又開始 這個重新豐滿了 所以就請教這個仁俊 那你怎麼看 今天這個藍白 他們這個副手人選出來了 昨天鬧成這樣 今天終於推出了副手人選 這個副手人選 你看剛剛林濤多開心啊 我們都團結了 人都回來了 那這個吳欣營的部分 你看這個柯文哲也講 你看我們奪互補 這個很多很多這個網友也講說 說柯文哲一定開心 因為找到金主啊 那所以你怎麼看 目前這樣的這個態勢 沙喀都現在已經這個 副手人選都就位了 你怎麼看這個未來 剛剛這個林濤也講到民調嘛 喔 侯友宜真的追上來了嗎 不過美理大電子標 這個民眾黨說不準啊 你怎麼看 不 我覺得看剛剛林濤這個 不愧是國民黨新生代的戰將 從昨天其實老實講 那個幾個坐在那邊 這最搶眼的 還有一個叫林濤這樣 在台下 我覺得蠻佩服的 因為不知道從哪邊 撈出那支麥克風 因為這個場子 聽說是從桌上 他們本來準備好的 但我跟你講 我說今天趙少康的這個出現 確實也很多人是覺得意外 那你說到底是不是什麼 昨天破局之後才來打電話 或者其實老實講 這一段時間聽到國民黨 也很多人講法不同 有人講說沒有 有人講說怎麼可能沒有 都約好 但看起來趙少康今天 是follow這個腳步嘛 所以我覺得第一個 就說趙少康今天 一接受了這個中常會之後 你看他開始立刻下指導席嘛 什麼北部的地方就我來 然後什麼南部的地方就 互友宜去嘛 所以我認為趙少康接下來 這個所謂的副手之戰 基本上會成為選戰裡面 大家關注的焦點 就今年的 明年出的這個總統選舉 基本上創下很多 我們大概以前 從來也沒看過的狀態 對 選戰現在幾天而已 現在好不容易 大家通通都就位了 那這個就位的過程當中 我覺得當然 對國民黨來講 國民黨現在打的一個東西 就叫仇恨牌啊 就是仇恨民眾黨嘛 可是昨天這個場面 這個這個真的沒辦法 你看到昨天晚上的時候 什麼備受屈辱啊 今天早上還要再講一遍 好像覺得說自己是備進去 我其實覺得剛剛這個 他用了一個詞滿有趣的啦 就是說 要把他壓 要把侯友宜壓進房間 我覺得只有侯友宜一定喜歡 從前到現在 只有我壓人 怎麼有人把我壓進去 所以你看他昨天就堅持 他們叫他去房間 我不要我不要進去 我要在外面開直播 郭台銘問他耶 說我們還是上去談一下 我們三個人先上去談 然後再給媒體記者知道比較好 侯友宜麥克風拿起來 我覺得要再公開透明 現在媒體都在 我們就在這裡講就好 郭台銘臉都綠了 所以我當然覺得說第一個 就是國民黨的整個的危機操作 跟他的整個政治判斷 是贏過柯文哲跟郭台銘兩個人 你如果拉到時間點 拉到昨天早上啊 我就問一個嘛 侯友宜下面有很多的記者啊 當時侯友宜是不是 馬辦啊對不起啊 那時候侯友宜是不是在馬辦裡面 對你們當時有告訴記者講說 等一下他們兩個如果來我們就全程開放給大家拍嗎 在那個當下也沒有嘛 所以我覺得那個其實所有的危機的處理 其實就是在決定要進去那個飯店的時候 他們就決定改操作這件事情 因為我講嘛 昨天早上那麼多記者在下面等 如果今天按照侯友宜原來的想法就是說 好啊我們就全部公開 你約在馬辦是要公開什麼 你一開始也沒有做這個打算 但我認為他的操作是OK 所以包含到說反客為主 本來我記得昨天好像是講了什麼 我好像是林涛一直講說 我們是來這邊客水主編 要我們來我們就來 沒有你看起來 昨天是你把那個當作主場 馬英九坐在中間 扮演最重要的角色你知道嗎 馬英九厲害 從頭到尾我是見證人 我不講話 我跟你講就這句咬死郭台銘你知道嗎 然後郭台銘講了十幾分鐘還不停啊 因為當你講說你是見證人的時候 你看連侯友也講說郭台銘是見證人 然後那個朱立倫講說郭台銘是見證人 郭台銘想說不對我是要選的 我們現在永遠被提升成為見證人 還說一個馬英九也是見證人 所以你看郭台銘會很奇怪 所以我認為第一個 趙少康今天把這個選戰的主軸 我就會拉到身上是對的 那接下來就是原先什麼馬辦的 那個什麼侯辦的執行長 我認為接下來也沒什麼角色了 還有黨中央未來要不要退場 你從上一次的這個選舉裡面來看 當黨主席跟總統參選人不一樣的時候 其實就會認為說 黨中央應該暫時把權力交出來 我不知道接下來會不會走這樣 但看起來朱立倫應該不會要同意 我想如果要黨中央完全退出 林涛可能也不同意 那所以就回來對戰 我覺得蕭美琴其實對民進黨的講法 就很簡單 他跟賴清德的互補來自於蕭美琴的國際經驗 確實對賴清德來講是有落差的 他可以補足賴清德的這一塊 而且強調就是我對美國之間的互信 基本上是可以延續 而且成績拉到了什麼 是可以在輔方這個成績 直接就可以跟美方做最直接的溝通 這在以前裡面確實比較少 因為以前其實民進黨最早的 成立第一個黨的駐美代表處 後來慢慢一直延伸到今天 可以告訴大家講說 我對美國這個關係裡面 府可以直接對美國白宮來做連結 我認為這是一個很強的一個打法 所以回來看就是說 我講一個好了 本來昨天最好的劇本怎麼寫你知道嗎 郭台銘是你如果從結果 他就是真的是要退了 如果昨天真的就到了那個房間裡面去 就是不管在房間或在哪裡 客廳廁廁所什麼走道都可以 達成了一個共識是這三個人 有一個自己聚會的空間 有一個三個人的小空間 郭台銘就直接講說我不選了 你們兩個能合作 所以那個場合如果你想想看 昨天劇本按照原來他們構想的那個方式寫 就是郭台銘大拉了在中間 我今天促成了藍白合作 我郭台銘退選 退選的下台聲音很漂亮 如果沒有 藍白不合作 郭台銘也有一個轉場說 好我為了促進藍白合作 我願意率先退選 對 郭台銘今天的高度也不一樣 像在馬總統這樣 馬總統扮演最重要的角色你知道 為什麼一到爭議的時候 大家說馬總統說說話 我見證人不講話 他就笑笑了你知道嗎 他變得在場大家都尷尬 好那問題就回來 你看郭台銘今天的這個退場 到最後弄了一個聲明 說我覺得不管他是什麼 stop reset 到最後輪圍只有一紙聲明 這跟昨天原先 昨天被破局 因為昨天本來設想的劇本 就我理解 是希望按照這個 就讓郭台銘有一個漂亮的退場 但你說如果他跟柯文哲兩個套好 就是說好我們今天找這個侯宇 因為侯宇也不是笨蛋 他又覺得說我今天這樣子 我幹嘛跟你進去 好那現在問題 你看郭台銘今天聲明很有趣 郭台銘今天聲明是講說 他除了那三個英文字之外 他只講說他要支持 能夠下架民進黨的人選 你認為這六天 他真的跟柯文哲兩個 就坐在那邊吃麵 然後在那邊 翹腳黏脫脫脫 兩個東講西講 一定不會 本來認為是說如果柯文 如果到最後郭台銘 即使經過昨天那一亂之後 他如果今天退說 我只要聲明一個 我要支持侯宇 或我要支持柯文哲 我跟你講對任何一方都是大加分 但選擇 郭台銘的做法是什麼 不要啊 都不要說啊 我不指定任何一個人 所以我覺得今天整個 從昨天到今天那個分手擂台 被分掉的 或者主動分掉的 叫做郭台銘 他本來是可以透過昨天弄出一個 我高度都有了嘛 老大哥嘛 你也叫我老大哥 你們大家都叫我出來 那我就這場局 我就最後漂漂亮亮的離開 我還留下了一個名聲 真的 我花這筆錢 這個也花的值得啊 沒有啦 國民黨到昨天晚上記者會 連AA制都拿出來講 國民黨說他如果這樣沒關係 我國民黨全副都可以 可以全出 不然說出一半 或AA制 出一半不好啦 為什麼 不用講錢 我們國民黨可以全出啦 因為國民黨去了三個人嘛 AA制你要出五分之三 但我認為到今天郭台銘 這樣子的退選 我不要用黯然退選啊 但是你想想看 昨天到了這麼大的局面 到最後那段 我認為郭台銘心裡面 有有一個盤算 但我只能講 他應該對於 科跟猴應該都不滿意 所以選擇用這個方式退 所以接下來 看起來趙少康會成為 整個的主火力之後 那你現在就看嘛 他不見得一定要去打吳欣穎 不見得一定要打蕭美琴 但是當他出議題的時候 換把整個的選戰主軸 拉到趙少康身上的時候 那我不知道 對國民黨人來講 他現在到底要選的是侯友宜 還是選的是趙少康 不過講到昨天這場分手擂台 這個說實在的很難看 可是很精彩啦 好我們就來看一下 這個昨天的這個 郭柯猴馬豬呢 在這個軍業終於會了面 但是呢要不要開房間呢 就鬧了一個小時喔 然後呢這個 會中的大家這個互相攻擊 所以網友說 這根本叫做武漢肺炎 根本大家都這個 牛頭不對馬嘴嘛 這個你講你的我講我的啦 然後呢 這個一開始 這個說是做公親嘛 可是郭台銘就開始罵人了 說當初跟猴友講好啦 就是郭柯猴三個人談啊 我不覺得為什麼有重量級 不速之客前來啊 然後呢 然後這個 後來 呃 侯友宜就說呢 這個馬英九是這個見證人嘛 然後這個郭台銘說 啊你見證人 好你講話啊 結果馬英九說 我是見證人 不發言 後來郭台銘硬把這個麥克風塞給他 馬英九拿麥克風 然後同樣同樣話再講一遍啊 好然後呢 這個 呃柯文哲怎麼 則是怎麼講啊 柯文哲看到了這個 呃侯友宜帶著馬英九跟朱立言 他說啊 要當總統候選人 要有能力 不是需要一堆保母 就網路上網友就翻了 說柯文哲你有資格說別人嗎 因為昨天在會場上 大家就看到 黃珊珊陳志涵周宇修 不時的上台地址條啊 跟柯文哲搖耳朵 這個這個次數 這個看到這個 侯友宜旁邊 還覺得侯友宜有點冷冷清清清 然後呢這個 而且呢 既然這個郭台銘就得理不饒人嗎 為什麼朱立倫來 為什麼馬英九來 蛤 為什麼來了這個不速之客 好了 這個侯友宜呢就說 好那大家來對職嗎 然後他還要先問這個 柯文哲 我可以公佈你傳給我的簡訊嗎 柯文哲一開始點頭 結果這個侯友宜再問了一次 我真的可以公開你的簡訊嗎 柯文哲就說 好啦 好結果呢 這個侯友宜就開始念了 柯文哲在簡訊裡面寫啊 找一個公開的場合大家見面談啊 你想要我跟你兩個人先談 還是三個人一起談呢 但是呢這個軍樂會談 這個郭柯後來就堅持不是 要到2538號房談嗎 然後呢這個侯友宜就不滿的說 就繼續念了 說在這個柯文哲檢訊裡面說 如果Credit要給這個郭董 直接在他家也可以啦 不然找一個飯店都可以啦 反正郭董需要找一個理由退選啊 所以給他面子嗎也是好事啊 所以呢網友就說 哇原來柯文哲台上台下這種假面啊 然後呢這個 後來呢這個侯友宜把他念出來之後呢 這個柯文哲惱惹怒 柯文哲說雖然我同意你把訊息念出來 但是你真的把他念出來 這是名嘴側翼在做的事 然後侯友宜就說 我是經過你同意的啊 你也可以不同意啊 然後結果這個柯文哲又有腦羞成怒了 你不要打斷我講話啦 然後呢這個後來呢接下來又要炒這個民調的事情 大家記得這個郭台銘喔 率先公佈了郭柯侯三個人之間簡訊對話的時候呢 他是不是有次度提到你們不要再炒民調 好了現場你們又在講民調 所以呢這個郭台銘就說 好啦我統計學不及格啦 我暫時出去方便一下啦 話題跟我無關啦 就算你們不要講你們還要講 好了那開始炒了喔 在侯友宜有一句話 他講得很厲害喔 他說喔 六點協議的過程當中我很少講話喔 朱主席跟柯主席你們很厲害啊 你們都台大畢業啊 你們對民調也都很內行啊 這對蔡碧如不是說 醫生那個統計最厲害 他說所以在過程中 我都仔細聆聽喔 也謝謝柯主席提出了誤差範圍內的問題 所以幾怕他很清楚 所以聽到這裡的時候呢 這個底下很多網友留言喔 原來這個誤差範圍什麼的 是柯文哲跟朱立倫討論出來的嗎 然後呢 所以柯文哲呢 又惱羞成怒了 你今天在糾結我要亮幾趴喔 你就直接看民調啦 除了一個合以外 其他五個你都是敗的啦 然後呢 結果今天喔 柯文哲去這個登記的時候呢 他怎麼講 他道歉了耶 他說喔 我跟大家說抱歉 因為喔 昨天台上的人 幾乎都是可以選總統的人 實在是一場鬧劇呀 不過呢 那也不是我一個人可以控制的 如果要合作呢 就算是公開場合 也應該是裡面談 請記者先在外面 談完再進來 坦白說 昨天那個場合 一開始就是抱著踢管的態度來的 所以他呢 就不滿國民黨的 你是來踢管的喔 但是 昨天這麼一鬧喔 我們來看到 最新出爐的這個民調很妙喔 美麗島電子報的這個最新民調 這個侯友宜現在這個衝上來了 跟賴清德中間只差了0.3% 那柯文哲是25.2% 距離賴清德的31.4%呢 大概差了有6%左右啦 好 那就請教這個益川老師了啦 你怎麼看喔 昨天藍白河眼的這場戰爭片 到底是有人設了侯門宴 還是討債集團來破七啦 那現場到底是誰沒有武德 誰帶的保姆多 誰才比較像側翼 而且呢 昨天這一場不是說 很多外國媒體記者 怎麼會這樣啊 真是不敢相信 而且聽說呢 中國14億人 在同時觀看的時候 集體崩潰 而且崩潰到中國網友說 藍白居然 藍白河變藍白翅 這不能信了啦 我們現在要放棄幻想 我們直接無統了啦 你怎麼看 張金月酒店實在是這 白蘭的最新的酒店 所以就有人點歌 那藍白這個武漢肺炎啊 當然這幾場看下來 無法大家想說 張阿波 是不是應該要停止 上班上課 因為你有一分鐘沒看到 連人頭在工作 我們都會措施機會 你知道嗎 因為那天氣 張氣三件事 第一 沒禮貌 沒幾季 沒遇到 什麼叫做沒禮貌 沒禮貌就是 這幫經濟 喝咖啡 吃減心 喝咖啡 那些都算開 都國台銘開 所以 客人來到這裡 總是要問主人說 現在我今天來 來參加這個 不管食宴 什麼 請問要去桌一間 國民黨 國民黨會直接把 媽英九帶去大禮堂 叫媽英九坐假中 來著 何友宜 來著 朱立倫 三生老公的票 都拆下去 拆下去之後 上面就來 請三位到老頂2538 可能台語 抓到沒錢 就說 扭我3% 何友宜 扭我3% 拜託 268 沒有268 我沒有 扭我6% 就沒辦法 因為金月飯店 沒有2568這個房間 就要2538而已 2538 何友宜是專門在 愛的 哪有去愛的 何友宜知道 這湯如果 叫你去2538 他到今天 會補五點 就不再抓出來 就都拔起來了 你知道嗎 就整個都 算瑕疵 瑕疵 包起來 所以他不可能去 因為當時 他帶虎友宜 叫媽媽去 就是說 人家如果在司馬光 去釣裡面 什麼水缸 那事件一樣 我如果搜下去 那缸 說給我 我就又流出來了 所以 他們三位就坐在那裡 坐在那裡 有兩個阿弟 就手麥克風了 因為這張是 黃士修主廠 黃士修就站在獎台後面 很機器 就這樣 歡迎各位來 怎樣怎樣 對面騎一個林鷗 林鷗已經不要哭 也不能從哪裡帶來 現在他們叫林鷗說明 是自己帶的 還是背著 放錢了 好 那兩個就開始對誰 對誰 對誰 上面三個採訪 三個採訪 林鷗表現不錯 一分 黃士修 頭兩分 不要忘記 照林鷗的計算 應該二十幾分鐘 二十幾分鐘 老頂的那兩個就說 好 好 好 然後我請問這張的主持人是誰 也不知道 也沒有主持人 當然郭台銘先麥克風 然後 郭台銘說了 大家互相傳麥克風 像那些秋瓜都要傳什麼 我又是主持人黃士修不是喔 黃士修會插話 我會插話 我會插話 他還算這個算司儀而已 所以 搞不清楚 今天這張是什麼人在換的 就對了 都搞不清楚 那大家剛才說 自己說 自己說 說到沒了 就沒辦法了 就沒辦法 就沒辦法了 就是 賀友宜就連的簡訊 連的簡訊 連的簡訊 連簡訊後 柯文哲當然不會送 你如果把我的簡訊拿出來 那都是1450 什麼策異名罪 柯文哲你上面去日本 叫人幹事長 講的事 你也跟他講出來 沒有辦法了 你也是其中一個 所以這 大家都看 親吻這些事 五個男人 大人 大政 有做總統的 有做過總統 有選總統 六選還有三個要選總統 五個都叫總統有關的 都要避免那有的 沒有的 所以當然大家看了 就覺得說 你們這幾個聽到 算很差的 你知道嗎 所以 叫做沒有幾季 沒有勒毛 還有沒有得 現在 武家武家 就要刷牙 就跟林桃有說 二五三八六十幾 牌子 沒有材料還有白衣 現在雙筆出來 裡面最好十幾個都可以 好 重點是 郭台銘說 上網跟蘇西 對不對 這點心都傳到證 都傳到你 就起來 大家先說一下 哪有需要 就去公開場 其實那個記者會 那樣擺 就是要討論事情 那是要宣佈事情 才會拍長條桌 要不然要討論 討論事情 一定是黃桌 要不然就方桌 對 看得到對方 可是他擺幾百 好 這一場結束之後 當然網友就整個說起來 像線上好像六十萬人 對啊 各家電視台 什麼直播的 大家都在看 我看得不記得吃飯 我看得說 這樣不記得下班 什麼一道理 很多無家賣 連那中國網友也去拿公 是嗎 說什麼 我看丟掉幻想 準備五桶了 我看郭台銘 和柯文哲 三個都台獨 你家都台獨 整個網友 整個撞不掉 你知道嗎 沒辦法因為這場的 這個過零當中 就是大家各有盤算 可是這裡頭最緊張的是柯文哲 你看柯文哲說一把手 就開始彈彈彈彈 然後坐立彈彈 那天最穩的就是蠔友宜 蠔友宜兩支手 吐掉的 就很穩 因為蠔友宜 大場面看這個 你像在說白菜的什麼 蠔友宜都看多了 他只做現場 大場面他都看過 所以那天去就是柯文哲 屬最多 柯文哲說媽寶 說媽寶 說什麼帶保母來對不對 一堆保母 那是你媽媽坐高鐵 不會負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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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責 對他有跟安府郭台銘說 沒關係沒關係 人家國民黨那邊都沒人起來了 人家國民黨那邊都沒人起來了 人家國民黨那三個多運 這個國民黨大棟就大一家了 好 那這一個整個情勢看起來 現在來就是進入網友電歌的時間 網友都一直在點緊張 因為張是說的時候就叫做五眼的結局嘛 因為這是誰說的 郭台銘說的嘛 郭台銘說的 所以這要叫康仁駿就會唱 好來 第一條是五眼的結局 一二三 曾經是對你說過 這是個五眼的結局 這是郭台銘說的 好來 第一 他們就分手了嘛 好 一二三 你走你的路 直到我們無法接觸 我也許將獨自跳舞 也許獨自在街頭漫步 第三條 不如不要知道 這比較困難 這太難 這真的太難 這跳舞 我們兩個剛才有太難 這太難了 第四條軍樂酒店就是一個 鄉親酒店 鄉親酒店 來 暗冬酒店來 彼鄉誰人在 痛苦吞伯來 這樣就好 沒嚇到 來 最後就是今天的曲名 就是分手快樂 請你快樂 揮別錯的才能喝堆的相逢 這樣好 來 這就是 網友點歌喔 網友點歌 記得按小鈴鐺訂閱 這就是 藏的結果 當然今天新的局面產生 新的局面產生 大家都心有所屬 過期恩恩厭厭的算 不要帶了那麼多的仇恨 台灣還是需要和諧 所以還是說建議 也可以開放助選 剛才林陶有說 說現在柯文哲 要把國民黨的做選 都不行 民眾黨還沒下令 民眾黨還沒下令說 侯友宜也不能來幫我助選 民眾黨你要趕下令 侯友宜不可以幫蔡壁如助選 侯友宜不能幫李友宜助選 侯友宜不能幫賴湘寧助選 賴湘寧你不可以邀請侯友宜喔 就叫聲比較好 因為賴湘寧也不會邀請侯友宜 所以沒有這個問題 所以 現在一定要兼臂親爺 跟林陶說得對 國民黨一定要硬起來 不可以寒寒虎虎的 你想什麼台北徐曉鑫 張詩鋼 志強幾軍的 不要在那邊想要拉民眾黨的票 自己拼自己的 在怕什麼 國民黨是在怕什麼 國民黨是在台北沒有票 還需要民眾黨嗎 要開錢就錢了 還要溜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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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這樣就對了對不對 不准柯文哲來幫國民黨小雞站台 那現在是不是真的還有小雞蠢蠢欲動 而且講到昨天的這一場 你人在現場 那你這個過程到底是什麼樣 你們為什麼覺得如此的屈辱 然後坦白說 昨天這一場過後 有不同的聲音 這個在侯宇 尤其在侯宇的臉書上 有有這個挺他 但也有罵他的 有人覺得說 人家這個柯文哲跟郭台銘 搞不好真的是要找你上去 好好的跟你講 最後搞不好柯文哲會讓的 結果你一來就殺 帶著撒開來 人是要怎麼跟你講 就破局了 那都是你侯友一害的 也沒有這種聲音嗎 進去這個二五三八 基本上就是沒辦法符合 臺灣民眾認為的誠信政治 就回了啦 就垮了啦 什麼時候國民黨 這個這麼拓棄歷史政治啊 我們都是開他們走大陸 一貫的公正公開客觀 然後透明 那剛才這個益川兄講的 這個臺北市議員 巧欣剛剛也就講了 他說不用等國民黨有規定 他就不要了 邀來會掉票的 支持人很氣嘛 支持人超氣的 尤其姐我必須要還原一下 昨天晚上 因為我在現場 而且我離黃珊珊超近的 你很詳細呢 這柯文哲 為什麼我過去說 他被黃珊珊等的主戰派包起來 昨天不就是證明嗎 黃珊珊去上面咬耳朵四次 你還把他算 地址條 你一個總統候選人也沒講幾次話 你到底幕僚跟你講什麼 我真的很好奇 你提醒你的四次 你也只不過是發言兩次多而已 你到底這些人上去跟他咬什麼耳朵 是不是 柯文哲根本想藍白河 你們就把他包起來 不准 阿伯你不行 你藍白河 我們就不用吃了 我們這個台灣民眾黨就沒了 對不對 我們未來都不用走 是不是這樣 所以我才一直過去講 這次藍白如果破裂 柯文哲又選老三 柯文哲沒了啦 政治舞台未來沒了 他是黃珊珊有 不分區安全名單第一名 大獲全勝 藍白河破局 柯文哲很慘 黃珊珊大獲全勝 所以這是大家看在眼裡 不只是這樣 他們幾個戰男派 也就把黃世修包起來 說你等一下要怎麼樣起起足足 你等一下要這樣講 然後他講話的時候 不能no no no 你看到現場黃珊珊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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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讓他這樣講 多霸氣啊 主導全局 所以你可以看到基本上 這個柯文哲是被包起來 可是這過程中 我們就看到嘛 你這個程序正義 說真的 如果你想要科偶配 那請問科偶配 國民黨要不要進行 自己的流程 要嘛 那你排除朱立倫什麼意思 不是我覺得你講的 也是有點矛盾啊 你又講說 搞不好柯文哲想和啊 黃珊珊把他包起來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你們還一來 就三個人這樣一致 排開一副來這踢館的樣子 柯文哲是說 那你們也是來踢館的 其實我們不是來踢館 基本上我們在從這個內湖 要前往軍院的時候 就知道 此處很兇險 你們心裡就覺得很兇險 求證 求證 你們就要覺得說 柯文哲搞不好想和 那你們也沒有矛盾啊 因為我們保持善意嘛 就一絲的可能性 保持善意 求證 主持人都是你的 我們出發前 看這個媒體的現場 就很清楚了 很兇險 可是我們決定要直球對決 開大門走大陸 公正公開 怕什麼 對我們國民黨變了 對 我們現在要透明公開了 對我們本來就是透明公開 那就在現場 然後而且誇張的是 我們在這個怕大家等 所以趕快到現場 做好 哭等二十幾分鐘 哭等二十幾分鐘 你從二十五層錯到三樓 要花二十幾分鐘嗎 你們不是在建議二十五樓 我們從內湖過來 對不對 所以基本上你們看到 它的誠意是不行的 第二個 人家就覺得我在二十五樓等你 我都已經在這裡等你 那就是密室 進去就被扣掉了 所以我說第一個是程序 第二個是個人誠信 第三個 就是待人處事有問題 你讓人家等這麼久 你馬前總統 他都移架過來了 所以你覺得三個大頭在上面 我主持在上面 所以你只好出來這個熱場一下 為什麼我會去拿麥克風 麥克風哪裡來的 對我們都要想知道 麥克風來的 為什麼我會拿麥克風 因為基本上黃世修這個郭伴的發言人 他在一直表達個人的意見 說為什麼你們民調 那麼care民調 對不對 為什麼你們不上樓 然後郭台銘 麥克風講說 一定要上樓我才要談 主主席不要來 馬總統不要來 這個過程中沒有國民黨 可以發表立場的機會 這是一個公開的對談 是不是 你不能這樣講 那叫郭董出的錢 但是他出的錢 那媒體媒體要講話 要發問也要經過郭董同意 對你那是公開的場合 公共的利益 公共的服務 要對全民來買單來說明的 所以你現場 全部都沒有國民黨立場 我真的看到馬總統 他等了二十幾分鐘 國民黨的支持者 看到那個直播 氣炸了 這手機氣炸了 真的嗎 說怎麼可以屈辱成這樣子 到底在幹嘛 我就去把麥克風 拿一支無線麥克風 表達立場 因為你看到這個知識者留言 對 而且等了二十幾分鐘 所以我拿起來就說 現場我們已經等了二十幾分鐘 你麥克風在哪裡拿的 在台面上 不是 這個要還原我 我本來那個講台 是我站在那邊 拿了兩支有線的麥克風 結果橫世修就急 把我擠開 而且我拿那個麥克風 還抓到我的手 我三條線 你抓住你的手 對 然後後來說好帥 這個台就給你 那我去另外一邊 我去另外一邊 拿一個無線麥總可以吧 我要把國民黨 基調講清楚 公正 公開 公開對談 而且公開對談 不是我們講的 是柯文哲主席傳簡訊 跟候市長說 我們要公開會面 所以你可以看到整個過程中 為什麼我會拿那個麥克風 表達立場 是因為現場真的是太誇張了 驅辱到極點 不是 柯文哲不小心露寫了一句 我們先密試會談 然後再公開 那就垮了 所以最後的關鍵 我必須想想 為什麼最後柯郭會滿臉豆花 因為郭台銘他竟然現場講說 沒有房間了啦 沒有房間 然後那個你們兩個是重量級的 不速之客 你做主人這麼沒有氣度 你台灣首富你財大氣度 你這麼沒有氣度嗎 真的是很誇張 所以基本上你可以看到郭台銘是這樣的表現 所以現場我說真的 侯友宜市長就念簡訊 是你要說公開會面 第一個打臉柯文哲 第二個他說柯文哲主席說 郭台銘你不想算 要給你一個下台階 要給你虧欠 哇 郭董現場臉垮下來 你怎麼把我這件事情講清楚 好像我自己不選 然後要給我台階下 所以侯友宜講出這個簡訊 基本上是把他們KO了 你覺得把他們KO了 完全KO掉 來 問他人均了 這個昨天 這個我們從頭到尾都關注 很多人還這個留言給我 我回家還看重播 然後還上網再看一遍 多精采 那可是問題是精采過後 剛剛這個林濤講說 他們的支持者都回來了 侯友宜變了 侯友宜主的那個表現 把支持者都摳回來 所以今天就算 副總統候選人是趙少康 無所謂 是這樣嗎 那侯友宜 對柯文哲來講 他昨天真的是完全失分嗎 還是說其實柯文哲 可能在過程裡面 他也賺到了什麼嗎 你怎麼看 我老實講 就是我覺得 昨天真的最突出的 我真的必須算 如果在場都算的話 林濤真的算前五名一定有 有 剛剛這個林濤講說 他們的支持者都回來了 侯友宜變了 侯友宜主的那個表現 把支持者都摳回來 所以今天就算 副總統候選人是趙少康 無所謂 是這樣嗎 那侯友宜 對柯文哲來講 他昨天真的是完全失分嗎 還是說其實柯文哲 可能在過程裡面 他也賺到了什麼嗎 你怎麼看 我老實講就是我覺得 昨天真的最突出的 我真的必須算 如果在場都算的話 林濤真的算前五名一定有 但是因為昨天是個大頭的 這幾個大頭站在那 所以我講就是國民黨 在昨天的這一場裡面 真的告訴全世界的人 一件事情 不是有錢的最大 不要以為你家就是你家 你家也可以變我家 所以國民黨去的時候 大概就是已經有備而來了 我覺得這個也沒有 而且馬英九真的扮演了最重要的 關鍵角色你知道嗎 我如果要評分的話 我真的會覺得馬英九 算是昨天整場裡面的第一男主角 真的 那才是戲精 你看剛剛林濤 他爆驅的居然是馬英九 馬英九他什麼時候 在這次總統大學裡面 扮演了一個角色 你看馬總統坐在那邊 空等了二十幾分鐘 大家受到屈辱 大家多生氣 馬英九被酸衝痛嗎 不是 所以我剛剛講 馬英九真的在這裡面扮演一個 非常重要的一個關鍵角色 而且他當這個見證人 我告訴你 不講話的才厲害 誰能把郭台銘往旁邊急 郭台銘你以為你出錢 就能坐在正中間嗎 沒有不好意思 我請一尊來 所以郭台銘會覺得說 奇怪你來 這我沒叫你來 這場面是我的 你找他來跟我分 還沒辦法跟他請走 還比較麻煩 你知道嗎 而且我們一般去這個場地裡面 通常我們會就是坐在下面等 誰會突然跑到台上去 然後大家就坐在那邊 然後就完全坐著就等你來 這也很奇怪 但沒有關係 我覺得第一個 馬英九確實很厲害 他真的是昨天的第一男主角 雖然不講話 就像你講的 不講話的最狠 大家一直叫一直叫 沒什麼了不起 後來許甫跟那個周瑜秀 還過來他旁邊 請他先離開先離開 裝的沒聽到啊 誰能請的 誰能把前總統 我就坐在這裡怎樣 一開始的時候朱立倫 他們都還講說 人家是前總統 叫人家換位子很奇怪 可是人家從這到尾 也沒答應要去你 所以這個我老實講 就是說現在就是一個 各說各話 第二個我覺得有加分的 當然是侯友宜 充分展現了一個叫做 逆境求生的態度 逆境求生 本來是完全對他不利的 開什麼玩笑 叫我進房間 小房間把我們鎖起來 二打一 我是笨蛋嗎 我才不要進去 充分展現了逆境求生 而且還拉了兩個 那你看昨天這個 不管是黃世秋在那邊 一直在那邊怎樣 你看這三個人坐在台上 就是這樣 除了後面民調的這件事情 因為戳到了朱立倫 所以他看起來生氣 後來看起來生氣 那個時間點 也就剛剛好差不多 為什麼 因為六點半也要到了 時間也都差不多 大家都要請走了 所以我覺得第二個 得分的侯友宜當然有 那第三個呢 是誰你知道嗎 第三個就是朱立倫的 這個角色 我老實講他很 極力的要證明自己存在的價值 因為你說台中 台中社員說馬英九 坐來做見證人 從來到底沒有人請黨主席來啊 但是黨一定要特別強調說 因為我們是黨主席啊 因為雖然他是總統參選 但是一定要有我黨的存在 你看柯文哲你也是黨主席 所以 我覺得郭台銘就是看到朱立倫 整個會都起來 不是啦 人家這場就不是做政黨協商啊 你現在你政黨要來 要做我也不知道啦 但是因為 朱立倫 你來挖 郭台銘的場子 那當然是感覺來提款啊 對耶 當時好像五月那個時候的協調 五一七就是朱立倫 弄到最後郭台銘 就覺得我當時就是被你朱立倫騙的啊 還好我那時候沒有提名啦 還好我們提名侯友宜啦 說真的 如果是這種這種翻桌的態度 我覺得台灣人民不會買單 可是對郭台銘來講 郭台銘可能覺得他昨天不是要翻桌 他是真的想要好好的把這個 他是真的要一個退學下台階嘛 所以看起來國民黨已經先設定了每個人的人設 對不對 你就是你做這個就是對我不OK 我就是純心來給我難看 那沒關係看誰難看嘛 所以另外再回來看啦 另外有一個角色叫柯文哲 我現在講失分的啦 柯文哲失分啊 柯文哲昨天展現就是 東閃西朵嘛 你今天同意人家念簡訊對不對 那念簡訊人家講 你又要去酸人家 還把其他人說什麼 那別人才做的事 你柯文哲做的也沒有比較好一點啦 而且說那個像側翼側翼民主的行為 欸前一天公佈這個 對那個什麼通聯紀錄是誰啊 不是郭台銘嗎 你為什麼要偷偷的表達 你對郭台銘的那個對不對 他才把那個那個通聯通通都公佈出來 你又說歐歐歐歐歐有沒有 我想郭台銘一定坐在那邊不開心嘛 所以你看他今天寧可也不要支持你柯文哲 你們這幾天那個飯都白吃了 你知道嗎 都白聚會了 而且柯文哲展現出來就是那種就是 如果他今天遇到事情的時候 我就講就是說 我們現在在觀看一個領導人 通常我們會關注的是 你在遇到問題的時候 你的解決的能力 當你跟今天侯友宜兩個在那邊一句 跟一個爭鋒相對 不要說一句來一句去 就是爭鋒相對 柯文哲選擇的方式是什麼 你不要插水 對 只有你可以說白人 白人不能說你 你們兩個都總統候選人 對啊我很怕到後面補一句說 你剛剛講話的時候我沒插水 現在我講話你不要插水 那你在做很奇怪嘛 就是你今天做的這一件事情 我就講 今天大家在台上看得出來 你那個鬧劇 因為鬧劇我講實話 五個我真心要講 五個都失分 對不對 大家今天看到的這種鬧劇 你說國民黨因此而這樣 說我的支持者都回來 我覺得重量 你也可以自己自我催眠 但整體上面來講 你不是要拿你國民黨支持者的票 你要拿的是 你要跨出你的同分層 那在你的同分層之外 你真的覺得你是大家分 那沒關係 所以我跟你講 柯文哲其實展現出來 變成就是說 他在那整個的 昨天的那個台上 不只是臉 臭嘟嘟嘟這樣 他看起來 確實在很多事件上面 他沒有辦法回答 最後一個大失分的 我認為就是郭台銘 你本來有一個機會 華麗轉身的 結果弄到最後 你本來 我認為他本來希望 營造的高度就是 跳脫整合藍白 因為郭台銘沒有被 視製為藍白裡面 如果昨天的劇本 按照原來設想的 那個方式來講 他不只是做藍白的tanko 他是作為非綠陣營的tanko 那個高度 我認為他想營造的 比馬英九高 不過最重要的是 柯文哲講話要大聲 得看 現在他的這個不分區 因為之前說有八到十席 那在經過了昨天 陣營鬧之後 到底還有多少席 這個很重要 昨天學偉講 講侯友儀 我覺得有個蠻傳神的 就是因為他探長 他都等歹徒 等到最後一秒的時候 我才出手 他昨天就是來抓 柯文哲這個歹徒 最後一秒鐘 是不是 郭台銘給你講 柯文哲跟你講 講完是不是 簡訊拿出來 你自己說過 你自己的筆錄 對不對 你怎麼看昨天的 這樣一個場面 可是憑良心講 昨天的這個場景 重點在於中間選民怎麼看嗎 那也許 也許這個 我們現在知道的是藍營很氣憤 那白營呢 白營支持者的反應又是什麼 你怎麼看這個接下來 這個選情會怎麼變化 因為畢竟副總統人選都出來了 現在看起來 民進黨是比較佔上風 其實這個我以前很早以前 就已經都全軍分析過了 很簡單 侯友儀你有沒有發現 這個國民黨自從選舉以來 你看那個朱立倫 開始非力大聯盟 對不對 還有什麼藍白河 那都是朱立倫的意見嘛對不對 其實說真的 侯友儀的個性 我講到討論到 百年三十年 不要看他這麼久過 對不對 沒有那麼鬧過 那問題是怎麼辦 因為你今天朱立倫主席 對不對 他是黨主席 侯友儀是個候選人 你黨主席有一些 想要去實現的一些想法對不對 那他贈述黨主席嘛對不對 所以你去做的事情 我 侯友儀就會這麼久 你有沒有發現 侯友儀從這個禮拜 開始 應該講說 從上個禮拜開始 你有發現 我一直講說 你要符合他漢子的人設 所以他出來講話的時候 你看態度堅決有沒有 以前大家都說 你很藍藍講話有沒有 你看起來 侯友儀在那個金月飯店 他會藍藍講話對不對 你知道他這個 簡訊公布之後 你知道科本很多人要去洗版 是喔 對啊 那個問題是後來發現說 洗版洗不動 因為他們洗版只能用一句話跳針 他說侯友儀真沒品 對不對 公開人家簡訊 對不對 他只要說他沒品的時候 下面就開始留了一排 可能你不能 對不對 後來講 你看 郭文哲答應了啊 對啊 而且你有答應 他說答應也不能公開啊 這是一個什麼修養問題啊 他就說什麼侯沒修養啊 可是問題下面一堆人就講說 你們柯文哲呢 跟自民黨的那個總裁 副總裁說 一川有講嘛 你也敢公布啊 不是我覺得重點在於 柯文哲當下 讓全國的老百姓看到了 我剛剛講的話 我現在可以馬上反悔 所以難怪我之前簽的字 我簽的字我都可以不算 上次簽字 他再演一次給全國觀眾看 對啊 而且上次簽字 馬上幾秒鐘時間啊 上次簽字是好幾天才反悔 對不對 這次是人家公開簡訊 他你還點頭了 他公開幾秒鐘就翻臉 對啊 蘇聯就說這種是要怎麼合作 要怎麼翻臉 難怪那個中國都崩潰了 美國也嚇到了 對嘛 柯文哲 其實我講到柯文哲也覺得很好笑 他現在說生地登山各自努力 秉持不互相攻擊的原則 你想吃得飽 我們怎麼有這麼好看的事情 就已經要撕破人 還跟你互相攻擊對不對 我不攻擊你柯文哲 我票不打出來的話 我那個藍營的票從哪裡來 這就是柯文哲厲害的地方 你看昨天這個 他才被洩底說 你把這個郭董出賣了 今天早上不是又登記起來 要去找郭董了 到底去找他幹嘛 他說我們將來要合作 要談一些原則 郭董都不來算了 要合作什麼 所以他現在還在跟國民黨說 以後講合作 政府都以後你國民黨選好 如果選好一點的話 也要分我一點 進行六點原則講好了 六點原則都已經被你撕毀了 還在講這個 所以我就講 而且說國民黨哪有這麼冷氣吞聲 對不對 進行你收入 如果有佛友說 讓你選你也選不贏 到時候選贏你 對不對 不修理你怎麼 做總統要有能力 不需要一堆保母 到底是誰保母 你母姐會 對不對 郁川剛才講說 因為柯媽媽做高鐵來不及 趕到現場 對不對 所以這個 我覺得這真的太瘋了 好了 那現在開始要找散犯 藍白不合的話 散犯到底誰 現在網路上一致指名黃珊珊 而且有說國民黨哪有這麼冷氣吞聲 對不對 正常你收入 佛友說 讓你選你也選不贏 到時候選贏你 對不對 不修理你怎麼 做總統要有能力 不需要一堆保母 到底是誰保母 你母姐會 對不對 郁川剛才講說 因為柯媽媽做高鐵來不及 趕到現場 對不對 所以這個 我覺得這真的太瘋了 好了 那現在開始要找散犯 藍白不合的話 散犯到底誰 現在網路上一致指名黃珊珊 對不對 變黃珊珊了 他的臉書被灌爆了 你知道嗎 就是說你自私 什麼小英女孩 什麼白皮綠骨 雖然之前被講小英女孩 對不對 他是有說不要亂貼標籤 可是沒有用 你這次的話 藍白和就是你搞砸的 對不對 柯文哲更好笑 對啊 這實在是一場鬧劇 但是那不是我一個人 可以控制的 這場鬧劇不是都是 因你一個人而氣嗎 不是你不覺得很好笑嗎 他坐在台子上的話 因為他昨天從頭到尾 都不敢講什麼話 而且他只要講什麼 那個黃珊珊 就好幾次去壓耳朵有沒有 還有他怕什麼又被爆出 甚至傳紙條上去 下紙導致 你看看 所以人家看在眼裡 就講說 其實柯文哲 他昨天這個就是希望藍白不要合 他是照著黃珊珊的劇本走 哪知道你去的時候 他為什麼要做藍白不合這個 他只是開這個會 只是甩鍋給侯友宜 哪知道侯友宜比你強 對不對 侯友宜的殺招就是我公布簡訊 你把他叫我來 而且這次是在陷害郭台銘的 哇那個真的是 很厲害的就是這樣 人家說探子果然不一樣 探子現在站起來 終於看到了 對對對 真的是跟人家不一樣 那你看黃珊珊之前 不是在臉書講說 柯文哲將以台灣民眾黨 總統候選人身份拼贈到底 有沒有後來還補了一句 這句話應該很清楚 是誰在破壞藍白盒 他後面還就很兇啊 是看不懂 對啊 這很清楚 我也分析過了 他現在是怎樣 你看你有發現黃珊珊跟著柯文哲 都從一個議員變副市長 現在又變成不分區立委 接下來還有被拱到說什麼 立法院副院長有沒有 接下來就沒有 柯文哲 民眾黨就沒有柯文哲了嘛 你選不定 那整個民眾黨拱手讓給那個黃珊珊 如果之前的話 他搞不好覺得說 我用這個威脅國民黨 國民黨搞不好也讓我挖一塊過來啊 哪知道你看 現在因為侯友宜的 一通簡訊公告的這個動作 現在全部都全部泡影 我是覺得民眾黨接下來走向 我一直在強調一件事情 兩頭大象相撞 中間的小小動物 絕對無一姓名 現在柯文哲民眾黨就是那個小動物 藍綠要開始對撞了 對這個很清楚了 好啦接下來呢 我們還是看一點輕鬆的 讓大家開心一點的 那就是呢 這個粉絲為之瘋狂的Blackpink呢 之前不是傳出呢 可能要解散單飛的消息嗎 所以粉絲們呢 都這個非常的這個難受 難過難以接受啊 那這個現在呢 有好消息傳出了嗎 而且呢 這個Blackpink不但是世界紀錄製造機啊 最近還走進了白金漢宮 要來領勳章 甚至呢 連這個英王查理三世看到Blackpink的時候呢 都瞬間變成謎地喔 當場說喔 我好想看你們現場表演嗎 敏寬 現在跟各位說 英韓建交140週年 但完全失了交 我們先來看這張照片 而且呢 這個Blackpink不但是世界紀錄製造機啊 最近還走進了白金漢宮 要來領勳章 甚至呢 連這個英王查理三世看到Blackpink的時候呢 都瞬間變成謎地喔 當場說喔 我好想看你們現場表演嗎 敏寬 現在跟各位說 英韓建交140週年 但完全失了交 我們先來看這張照片喔 這張照片上面 兩個老頭 五個美女 其中一個美女是總統夫人 但重點大家都在看Blackpink Blackpink大家都知道 那個AKA啊 人間香奈兒 韓國印鈔機 但想不到呢 現在這些會走路的印鈔機 居然被英國國王給授勳了 為什麼授勳了呢 前幾年呢他們就在環保倡議的表現上面 表現得非常非常好 所以呢大英帝國遠左勳章 這個是入門的勳章 小小一個 但四個小女生的進去之後呢 整個英國國王查爾斯三世說 你們四個也長得太漂亮了 但我們不得不談喔 Blackpink的真的太強 又起二零一六年才成立 七年的時間喔 現在這四個人呢 紛紛是小富婆不打緊 世界紀錄一折一折打破 多強大你知道嗎 他們現在一折IG五億 超誇張耶各位 一折IG五億喔 二十項的一個世界紀錄 七年打破二十項世界紀錄耶 這當中有一項世界紀錄是 到現在呢 後人很少能夠打破的 地球才七十億人 他們是最快十億次下載 而且現在的身價呢 通通達五億台幣以上喔 但現在呢 Blackpink這麼紅對不對 中國還是氣得牙癢癢 為什麼呢 因為之前Blackpink有到中國去演唱 演唱完之後呢 後面我們現在說 現在連中國網友也說 是不是要來封殺英王查理三世了 為什麼呢 你看那個查理三世在看 你看這些英國這些公爵們 長官們在看到這四個小女孩的時候 哇那個眼睛啊都快流油了 都不知道該要怎麼說喔 然後呢 白金漢宮呢 很少贏來這樣的嬌嬌的女子兵喔 那目前呢 中國人對於風馬秀的無限上綱 還是氣 為什麼還是氣呢 目前Lisa還是沒有事喔 人家Lisa繼續唱歌 可是呢 包括了Angela Baby 包括了張嘉莉等等的 他們就失去了所謂的固定的一個演出了 但最近呢 其實呢 大家都在想說 嗨呀啦 嗨呀啦 為什麼呢 因為Blackpink到底會不會解散呢 很多人都在想說 會不會是單非但不解散 因為之前據傳只有一個人續約 三個人不續約 那現在呢 人間香賴盒跟名牌吸金機呢 已經說有兩個人已經續約了喔 所以簡單的來說就不解散了 但呢網友呢 他們對YG啊 他們一直覺得這些公司很不夠力 為什麼很不夠力呢 合約早就要到期啦 這是你們最大的吸金機啊 單單這廣告收入一年都是上百億的一個收入 怎麼會到現在呢 而且據傳啊 一直在壓價格 這四個人這麼會賺錢喔 還一直在壓價格喔 但壓價格又起我跟你說 一點用都沒有 為什麼一點用都沒有呢 他也會賺啊 這四個人這麼會賺錢喔 還一直在壓價格喔 但壓價格又起我跟你說 一點用都沒有 為什麼一點用都沒有呢 他也會賺啊 我們現在說這個Janny喔 Janny呢 小女孩一個喔 最近又買房了 買別墅 而且買別墅呢 先跟各位說喔 他不是沒有房子喔 他目前在江南呢 有一間小豪宅了 之前呢 他們就先去買 買了之後呢 是現金付清喔 現金付清完之後呢 這次呢 再買第二間 再買第二間呢 我看到這間別墅 又起你看 在首爾能夠看到 這麼好的一個風景 這麼好的一個地段喔 說這間五十億韓元 那大家就說 Janny 你這樣子喔 這樣貸款 貸款多少錢 人家Janny姐說 貸款 什麼叫貸款 我口袋滿滿都現金啊 一億兩千萬台幣 直接給了 直接給了 只是付清 對只是付清 第二間 先說這是第二間喔 因為他之前買那間呢 之前買那間比較小 台幣大概八千萬左右 各位 氣不氣人啊 第一間台幣八千萬左右 算是比較小的 這是第二間 但這四個小女孩 真的有本事 為什麼有本事呢 法國十大品牌 那個多驕傲啊 包括什麼 Cucci啊 包括像Dio啊 包括像YSL啊 包括像嬌蘭 你知道嗎 為了這四個小女生 炒翻天啊 為什麼炒翻天 你知道嗎 剛不是跟各位說 這個叫人間相奈兒嗎 他們這四個人 相奈兒誇張到什麼地步 你知道嗎 他們那個法國名牌喔 讓這四個人穿上衣 現在整個韓國全部賣光 全部賣光 賣光完之後 日本也賣光 賣光完之後 台灣就說 我們也要去買 抱歉一頂就沒有 一件都沒有 搶光光喔 對十大名牌 先說喔 不是一大名牌喔 是十大名牌 所以要分 例如說YSL 你就誰先代言 誰誰誰去代言 所以呢 他們為什麼叫做 人間相奈兒 這個真的是 會走路的印鈔機啊 那會走路的印鈔機呢 代言賣得下下叫就算了 你知道嗎 想不到後面還有讓人家更氣的 嗯 這個叫Lisa對不對 Lisa她有泰國的一個血統喔 Lisa最近交了一個男朋友 這個男朋友來頭可大了 這個男朋友呢 是路易是LV家族的 他們家的三公子 然後呢 他們兩個人就說 之前吵吵鬧鬧 分分合合的 結果呢 他們在約會 真的是破了大家的三觀了 什麼叫破了大家的三觀呢 他們不是在英國受勳嗎 受勳完之後呢 Lisa就突然間說 欸姐妹們 對不起我要走了 你知道為什麼姐妹們 五號走了你知道嗎 專機到了 專機到了喔 專機直接從法國飛到英國 然後他就說 欸對不起喔我要先離開了 我要跟我男朋友去約會去了 連那個Pick的約會 都是這麼的奢華 男朋友派出LV家的一個專機喔 直接從法國飛到英國 然後把他載過去之後 要去做整個法國 要來做約會姓聲 各位 人比人氣死人啊 大媽不得不說喔 這些人間相對的不但漂亮 氣質好 會唱歌 會吸睛 人家厲害到 我們一輩子都沒看過英國國王 人家現在都進去 出了 2 3 3 5 5 5